我一點都不怕 他怎麼會欣賞我 不是 怕是一點都不怕他 完全不怕 因為我是怕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我未去有時間想我要怕他 你有怕過自己做得不好嗎 當然有 因為我不想令大家失望 還有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我用心的話 希望可以 你根本就不用用心 都走得很好 我只想你講這句 張博之下期大家都不陌生了 在18歲的時候與周星馳合作拍攝喜劇之王 劇中流飄飄一絕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從而一炮而紅 走紅紅的張博之呢 更是拿下了香港金像獎引號 從老夫子到無極這個過程雖然有點波折 但張博之遇到了謝霆峰 那時在大家眼中他們就是一對金筒玉女十分般配 婚後生了兩個兒子 一家四口甜蜜幸福 當時也爆出了厭障門事件 對當事人打擊都非常大 其中包括張博之 謝霆峰表示並不介意張博之的過去 那一段時間他選擇了和張博之一起去面對所有的負面新聞 但好景不長後面還是傳來了他們離婚的消息 兩個兒子都歸張博之撫養 張博之也就過去了單親媽媽的生活 作為單親媽媽也是十分的不易和辛苦 不管面對生活還是身邊的人有意無意的言語 對單親媽媽來說都充滿著考驗 張博之可能不是一位好妻子 但絕對是一位好媽媽 她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來陪伴孩子和教育上 如今兩個兒子也都長大了 弟弟活鋪好動 哥哥呢似乎要成文安靜許多 從張博之曬出的照片來看 哥哥看上去酷酷的和席廷峰非常相像 他們倆性格一樣嗎 是都是外向性的還是稍微內向一點 大的那個就其實性格很像我 但是他就不說出來 他藏在裡面 那小的那個就很樂觀 然後就把所有的感覺都會馬上說出來 對 但是兩個其實都一樣 很會感覺到別人那個感受 然後會有不一樣的表情 在和席廷峰離婚不久後 有媒體記者問張博之 有沒有想過和席廷峰复合呢 張博之回應道 我們一直都是好朋友 眾死周知 離婚後的張博之 生下了三胎兒子小王子 但是這個第三胎的生父呢 卻遲遲沒有露面 一直是個謎 這也讓大家很是好奇 有網友就爆料孩子的親生父親是新加坡人 這三胎兒子啊 肯定也就是他的 也有人說 張博之連續在大陸工作 三胎兒子的親生父親是一個大道的出名人士 後來呢 對小王子的親生父親也是種種傳言 更令人驚訝的是 三胎兒子姓謝 這也就間接的讓大家知道 孩子是謝霆峰的 難道他們是復合了嗎 對謝霆峰也及時做出了回應 他表示對於網上的謠言都令自己感到驚訝 並且稱他現在的感情生活很穩定 自己呢只是張博之兩個孩子的父親 同時也會做好一個父親的責任 也希望大家停止傳播謠言 讓孩子能夠在真實 及健康的環境下成長 謝霆峰態度誠懇 甚至站在三胎孩子和孩子親生父親的角度 來分析了利弊 在這之後很多媒體都在斥責張博之 而他呢也只是回應 機遇未盪 此前在張博之參加的一檔綜藝節目當中 張博之被拍到正在低頭玩手機 不料屏幕突然彈出了一條消息 大概是新男友發來的 也是讓觀眾們瞬間坐不住了 當鏡頭被放大之後 消息的內容讓張博之羞紅了臉 這也太露骨了吧 不過也能夠看出張博之很小女人的一面 張博之與謝霆峰已經離婚多年 如今他們各自都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但還是有不少媒體或者網友 會將他們聯繫到一起 他們其中一個人上熱搜 另一個人也必定會跟著上熱搜 那謝霆峰之前呢 就已經和王妃附和了 兩人也舊情復燃 陷入了熱戀 而張博之現在也已經有了新的戀情 雖然三胎的身父遲遲沒有說出是誰 可能張博之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吧 多了一個孩子 想必張博之的壓力必定又大了許多 畢竟是公眾人物 一公開就會引來不必要的 煩惱和影響 不過還是祝福張博之 在未來能夠更加美滿